生患重病母亲为她创办幼儿园 我要办幼儿园 到四下完以后 极端的我晚上没睡觉 脚趾弹琴演绎别样人生 这个时候我不太相信她会 我就说她吹呢 天生乐观 为他人加油打气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足下的旋律 这是一场特殊的演奏会 弹琴的男子叫河水水 看到他弹琴的样子 很多人惊讶不已 这样的一位脑瘫患者竟然会弹琴 而且与他人不同的是 河水水只会用脚弹琴 而且是只能用右脚脚趾弹琴 我相信您跟我 跟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 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心里 非常非常的惊讶 这个河水水啊 因为她自己身体的原因 她是看不到这个琴剑的 而且她的身体的其他部位 也不受控制 为了保持平躺的姿势 他们的家人呢 不得不把她的左手固定在左腿上 平时弹琴的时候呢 这河水水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然后用脚呢 去触碰琴剑 为了能够找准音 她先用脚碰一个剑 一听 这个do re mi fa 先听 根据这个听的声音 根据这个音高 来判断其他的案件 在什么位置 虽然是看不到琴剑 但是她对每一个剑的准确位置 都了如指掌 可以说 她的脑子里边 有一个琴剑 真是了不起啊 那河水水是怎么跟琴结缘的呢 河水水是陕西延安人 三十年前 她的出生 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 可不幸的是 河水水出生四十多天时 被诊断为静蓝性脑瘫 脊柱严重变形 四肢曲曲蓝缩 这一消息 几乎压垮了家里所有人 当时一检查出来真的 当时我都能弹坏到 一检查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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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带河水水四处求医 可她的病情较重 治愈的几率几乎为零 很多人建议她的母亲 石洪梅放弃这个孩子 但在石洪梅和丈夫的心里 自己的儿子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所有的身边人都提出来 包括家人 包括亲家 作为母亲 我说永远不可能 一直就是不放弃 说她昨晚说 她一定要 一定要给她儿子 要把病开好 一定要找 看得要找 会栽起来走路 正因如此 很多人对他们投来 不解和同情的目光 石洪梅说 刚开始那几年 为了躲避闲言碎语 和他人一样的目光 他连家门都不敢出 每天只能在家里 给河水水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 一开始不该出门 最后一出门 他们那个眼神 真的让人比她受不了 可没过多久 石洪梅转变了思想 虽然孩子的身体有残疾 但她的思维能力很强 如果长期不出家门 岂不是更把孩子毁了 为此 她顶着别人异样的目光 每天带着河水水溜弯 让她见识一些新鲜的事物 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享受和常人一样的生活 我经常去把她抱在街上 所以她从小 她形态比较好 总觉得她是最幸福的孩子 这样的生活直到 河水水九岁 因为身体残疾 她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 正常入学 单诗洪梅 不想让她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于是她蒙发了一个念头 创建一所幼儿园 并根据河水水的具体情况 进行授课 到思想完以后 几顿的我晚上没睡觉 第二天一走 去父母亲家 给所有的亲戚里 说我要办幼儿园 让河水水上幼儿园 好得人说你不要下 那不可能的 我想为啥不可能 所以我就 我心里比较 执着比较倔强 为了儿子创办一所幼儿园 家人觉得 施洪梅只是突发奇想 可谁也没想到 施洪梅第二天 就开始筹备办幼儿园的事情 结果就四次筹签 筹了五百块钱 那儿租了载个草房 把那个草房子装扮得更漂亮 开始就 到可能有两个月多吧 十二次就简陋的那个幼儿园 就成立了 到九月一号 把孩子就 第一天背在幼儿园 孩子兴奋我高兴 河水水上幼儿园了 幼儿园还是自家开的 这让母子俩都十分兴奋 那段时间 施洪梅的脸上 每天都洋溢着笑容 开学的第一天 她就把河水水背到幼儿园 幼儿园刚成立时 只有几个孩子 几张桌子和一张床 床就是河水水的座位 有一天 河水水躺在施洪梅的办公室里 听到隔壁的教室 正在上音乐课 突然告诉妈妈 自己也想弹弹琴 妈妈她想 他们老师抬的那个琴 能不能让她玩一会儿 我说可以啊 我说你喜欢 我马上把那个琴抱过来 结果她就拿那个脚 就在那抬抬抬 抬抬抬 这还就喜欢上 每一天上边去 她就邀请 我就给她 就开始 把琴放在那儿 就好像清白她 然后拜她 一直开始工作 慢慢的家人发现 这个患重病的孩子 对音乐非常敏感 她喜欢的歌曲 只要听上几遍 就能记住旋律 这时她对妈妈说 她想弹琴 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河水水的妈妈 却执意给她买了一架电子琴 就是这架电子琴 为她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 一开始 石鸿梅认为 河水水呢 可能是 完全是出于好奇 或者就是想打发时间 说实话 她的这个身体状况 真是没指望 她能弹琴 能弹出乐曲来 更何况河水水 连平衡都掌握不了 她每天是一边听音乐 一边练习 用脚弹琴 但是这琴啊 弹琴啊 不过就是个爱好 可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发现 哎呦 她不是光能弹那个声音了 当当当 她能断断续续地弹出 一句乐曲了 哎呦 大家这心里就特别特别开心啊 说实话 反正我这人音乐性比较差 我觉得弹琴 是个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 河水水的第一首曲子 就完整地弹了一个曲子 比一般的人 要费的时间长 两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 其中的艰辛啊 可想而知 有一天 施红梅因为工作繁忙 十分疲惫 河水水健壮 对她说 我给您弹首歌听吧 河水水谈的并不十分流畅 但施红梅很激动 儿子会弹琴 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很难想象 儿子是怎样做到的 外边孩子能听到 就是那样的 哎呀 我们当时 我们教室 孩子都非常高兴 说哎呀 有些好孩子 一些孩子 一个个拿卷都会抬起 哎呀 一个个拿卷会抬起 当时都非常幸福 河水水一点一滴的进步 给施红梅带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生希望 之后 施红梅和丈夫 又生了两个女儿 正当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 2007年 这个家庭 又遭受了致命一击 河水水的父亲 因为突发心脏病离世 施红梅说 丈夫工作压力大 儿子终身残疾 让丈夫一直默默地 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儿子一直有病 他的工作压力也大 他可能就成为一个父亲 儿子的病 可能就的话 他没有能力去 儿子能改变 他可能一直心理压力大 慢慢慢慢就 这个家再次陷入了困境 忍受着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 施红梅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独自抚养河水水 和两个年幼的女儿 为了孩子 她不得不坚强 真的没有儿子 我真的没有今天 我倒是真的想离开 我都想离开 他爸爸一去 他爸爸一去 十四号就生 没人照顾 我就送别过来 为了更好的生活 施红梅专心研究教育事业 她创办的幼儿园 在当地有很好的生育 她也经常会帮助一些 有困难的家庭 河水水的舅妈 开始照顾 河水水的日常生活 每天河水水 都会去康复中心 接受治疗 在这里 她结交了一个好朋友 须大夫 河少爷 这个也幸福 这个小孩也幸福 我们两个见面 第一句话 他会叫我须少爷 也就是说 可能有一点 也挑逗我的意思 我会叫他河少爷 下一个话题 我们肯定就会说 整天围绕一个话题 可能是最围绕的 就是给水水找个媳妇 每天见了 都说是给水水找个媳妇 问我有没有给她介绍一个 河水水思维敏捷 为人乐观 和她一同做康复的病友 都成了她的朋友 见到女医生 她都会叫姐姐或者妹妹 她是康复中心的开心果 她告诉曲大夫 她有一个梦想 就是举行一场演奏会 所有人都很惊讶 不相信她会弹琴 这个时候我不太相信她会 因为我想着 这咋能弹琴呢 手肯定是动不了 那你想往这一躺 整个人都是惊乱的 我没有相信她弹琴 我就说她吹呢 虽然河水水遭到大家的质疑 可是她并没有立刻解释 就把自己的电子琴 搬到了康复市 给大家演奏了一曲 当时看着先是心酸 真的很心酸 但最后又觉得 她竟然可以完成这样 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 真的厉害 河水水演奏的梦想 一时成为话题 为了给她圆梦 康复中心的医生 开始张洛举办这场演奏会 给她就在我们治疗大厅里边 训练大厅 给她摆好这个横幅 拉好横幅 然后组织一些患者来 前来参加 当时的场面非常的火爆 河水水对于演奏会的事 十分激动 可是她并没有在 这么多人面前演奏过 一时间有些紧张 为了舒缓紧张的情绪 她先在后台 给康复师屈大夫弹了几首 等到心情平复之后 才来到属于她的演奏大厅 彈的这些曲子啊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跟着她的这个弹奏的这个节奏 我们就一起大合唱 场面非常感人 她的演奏虽然不是很流畅 姿势也不太好看 但感染了每一个患者和患者家属 让他们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如今河水水不再接受康复治疗 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石鸿梅说 这么多年 两个女儿都很省心 友好的 首先都会想到河水水 这种幸福日子 让她十分满足 虽然河水水 终身都无法治愈 可是也正是有了这个儿子 让她的生活不断丰富起来 河水水会弹琴了 对石鸿梅来讲 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她的希望啊 因为她一直希望儿子能够治好 儿子不能走 她背着儿子 可是慢慢老了 背不动了怎么办 石鸿梅想到的 就是自己拼命赚钱 给儿子多留一些 能让他将来有好日子 现在儿子会弹琴了 说不定将来能养活自己了 母亲的付出 河水水也是看在眼里 所以你看这孩子特别懂事 做什么事 她都争气 学会一样东西 特别地努力 特别地认真 她觉得做这些 能让自己的母亲开心 为了让母亲开心 她就去弹琴 所以母子二人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着对方 互相打琴 河水水说呢 其实她在康复室里弹琴 她是希望能够 和她一样的患病的朋友 像她这样 努力 不要放弃自己 这对母子一路走来 每一步都非常非常艰难 但是每一步 又如此的坚定 面对着难以想象的艰辛 他们的脸上依然洋溢出的 是那种淡然的微笑 只要牵着彼此的手 他们就永远会充满力量 充满希望 我们祝福他们 这里是《道德观察》 我们下期见 本案正在执行 执行天网 雷屏出击 老赖 无处遁形 就我 给我看了 给我回队 你偷住你 威胁我是吗 万策不穿 连动攻坚 破浪前行 执行干净 建制执行男 敬请收看 《道德观察》系列节目 本案正在执行 《道德观察》系列节目